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是半夜一點多來煮個咖啡 因為今天禮拜二嘛 算昨天啦 因為已經過一天了 昨天禮拜二還沒有去店裡上班 所以少喝了幾杯咖啡 我們還是把它補回來 那家裡半夜 一方面就是比較怕影響家裡面的人 所以就是躲到廚房來 然後也用盡量不要用電動的東西 那我們就用瓦斯爐來煮 煮水 煮之前 怕高溫的東西都先拿開 奇怪這個鬍子 第一次都不會成功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在家裡做咖啡就是 我都會比較隨便一點 今天剛好把剛要上架的電子秤 帶回來 帶回來的用意呢 是想說 因為自己在 我通常啊 我通常賣的東西 我會賣的東西都是我喜歡用的 那我自己 家裡面平常放的是 我之前賣那個口袋 口袋電子秤的 有計時的那個 那個就是變成說 嗯 它的排面比較小 然後秤重量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有時候你放玻璃的 玻璃的濾杯啊 或者是陶瓷的濾杯 它就會超重 所以我後來又去找了一個 我個人覺得還行的 電子秤 那價格也不會到太貴 好 那 這個秤好像是可以調 關機的時間啦 但是沒關係 我剛拿來 那個 膠膜都還沒撕 這個應該是之後要放家裡用的 這個是可以充電的 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 多了一個電池就比較貴 好 今天用那個 前幾天拿到那個 Easy Prenso ZP6 手沖專用的摩托機 那 官方那邊是有說 就是 幾乎不可能拿去做Easy 但是 我有把它測試過 就是 你調到非常 非常細的刻度的時候 它是可以磨到 大概可以支援Easy的最初 大概是 萃取 萃取36公克吧 40公克左右 大概流速是18秒左右 那有一點 算是有一點 太 太粗啦 那再細下去 其實就 就會 碰到刀板了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在測試了 但是 實際上如果說 你現在要拿去做 比較 嚴謹的那種意思 我覺得它是不太行 可是它磨手沖真的是 我覺得它有它自己的風格啦 就是它的 痠 酸的那個 特色表現得特別好 那 我們今天 也不管啦 反正我就是 在家裡喝個咖啡而已 用24.9公克 我想要做冰的 然後 手沖浮就是 拿到什麼 用什麼 哇 我高估了這個 鍋子的 煮水的速度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它不會 很快的 把 火都傳遞過去 沒關係 我們就 等它 那 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 拿冰塊吧 好 冰塊我是已經拿過來了 我後來測試這個冰塊大概是 80公克 用這個 用這個本來可以裝 100的 可是100是切齊的 但是我不會把它裝到滿 裝到滿 我怕到時候它 沒有空氣 可以壓縮 整個會爆掉 OK 大概是廢頭的啦 這好像是牛奶鍋吧 說是 導熱比較均勻 然後 比較不會說 有燒焦的狀態 那我煮的水大概是 這個玻璃壺嘛 比較多 我不太確定它是多少 反正已經是夠我用了 然後 倒進來剛好是 剛好92度 不知道有沒有拍出來 做冰咖啡就是 做水量少一點嘛 那如果說 你現在已經知道 你的冰塊有多少了 比如說我剛剛 跟大家講嘛 這裡大概80公克 然後平常我可能25公克的 咖啡粉 我會沖到350 那我就把它減80 可是 我自己 我自己是覺得 這個冰塊可能不太夠 所以 我覺得 等一下還要再加更多的冰塊 所以我們的水就 再少一點 我預計總共注水250就好了 那250就可以 你已經知道你要注250的水 這邊就可以自己去分配它的量 悶蒸的話 結束第一階段注水 我通常是注水到 120吧 120 把它 到130 就大概 我自己的習慣 前六 後四 前六就是悶蒸加第一次注水 大概會佔60% 那後面是40% 可是這個中間不一定真的要60 你要一半一半也可以 你要前四後六也可以 這個是很自由的 你甚至可以自己去測試 就是 你這樣沖煮 它出來的味道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自己去決定說 你想要 哪一種做法 咖啡如果 只有一種公式的話 就超級無聊 廠商會哭耶 廠商啊 還有一些 開課的啊 他們就沒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講了 沒有那麼多器材可以賣了 所以 大家 就是盡量去發揮 那 你上課沒有講到的 你也可以試看看 有講到的 你也可以不理它 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沒有誰對誰錯啦 OK 好啦 先把它加進 冰塊的杯子 差不多 然後 因為用這種一坨的冰塊 然後我們的液體又比較多 所以下去大概就是要稍微的 攪拌一下 它才會快速的 攪拌 它自己在家裡面喝喔 其實 門關起來沒有人看到 也沒那麼重要的 而且 隔熱套 就不用了 這杯子是 之前買的樣品 跟工廠拿的樣品 後來決定不進貨 因為這個容量 有點 工廠那邊跟我說 它的規格上面是寫說 這個是400毫升 可是我自己實測 300而已 你即使把它放到切齊 320然後蓋子蓋下去 就整個爆掉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進 但是 我後來還是進了另外一款 300毫升 300毫升的杯子 拿來給客人 外帶 外帶單品用的 拿鐵就 沒關係啦 沒關係 冰塊都好榮光耶 然後溫度應該 不算冰 大概 十幾度左右 等一下再加一點冰塊就好 家裡面 煮咖啡就這樣 簡單為重要的 為第一優先 那接下來 如果你 白天 不怕吵到別人 你再去弄個亂七八糟 然後家裡面晚上半夜 很怕吵到人的時候 就可以 關起來坐 我家廚房 離我們的房間有一點遠 所以其實在這邊 做東做西啊 甚至你看我還可以拍影片 我還可以講話 其實就不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 大概 十二點過後 我們家廚房 就是我的 小天地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這樣 下次見 掰掰